作为武汉肺炎疫情重灾区的武汉 如今医疗防疫用品的库存告急 医用口罩、测温仪等等一次性使用的医疗物品都开始面临短缺 为了缓解武汉前线物资短缺的情况 我国救援组织希望行动Obsaraband在马航和运达快递的配合下 发起支援武汉捐赠活动 从上个月开始在我国半岛开始25个物资收集点 向国人募集医疗物资还有款项 如今首批的医疗物资已经成功筹集 并在今天下午陆续发往武汉抗疫前线全力支援 一个个纸箱层点而上 这里是马航火运 而纸箱里头装着的全是准备送往中国武汉 为站在前线的医护人员所提供的防疫用品 主办方希望行动表示 这是第一批寄往武汉的医疗物资 对于公众的热心捐献他们深表感激 希望行动发起人表示 筹集这批物资只是完成了第一步 那接下来的工作就交到马航火运和运达快递的手上 因为现在要把物资送进武汉境内并不容易 但他们承诺会紧快并且在安全的情况下 送到有关当局的手上 中国为了我们的国家 他们有很多帮助我们 不过关于商业 不过关于我们的关系 不过关于我们的关系 这就是一种方法给予回 他们自己的方法 使用证据材料来变成冠状 秉持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 主办方希望这些筹集而来的医疗物资 能够暂时解决 浅线抗疫者医疗物资短缺的情况 度过这一次的难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